三例新闻脸书网页写下蔡英文 总统疑似感染武汉肺炎 已送往医院救治 因有孕再生 目前情况危急 胎儿难以逃脱流产命运 但仔细看上面写的49分钟前发布 简体字漏了线 疑似境外人士恶意造谣 三例绝不宽待 以循法律途径报警处理 但类似的假消息实在不少 总统府前冒烟有民众身上着火 网友说这是台湾省疫情失控 军方接管台北 蔡当局当街烧死疫情患者 但这其实是2015年 有民众在总统府前自焚 而这名网友还合成图片 说台湾有多达352人确诊 比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 整整多了10倍 但更夸张的还有这个 这个总统令上面写着 是国家安全局颁布了新的规定 不过呢 这其实是一个假讯息 包括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澄清 居然连假的总统令都在网路流传 里面出现了简体字 而这名网友还发文 分享网路新闻 说自己遭到跨省通信 就连新闻画面都被 移花接木斗大标题改成 蔡总统疑似感染肺炎 已送入隔离病房 但这也是假的 三不不实的讯息罪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性台币三百万以下的罚金 因此我们也呼吁 在未经证实的讯息呢 民众千万不要转贴 刑事局除了宣导不要传播 假讯息也提醒民众 可以透过卫福部的网站 或是LINE的官方账号进行查证 毕竟防疫工作已经让政府忙翻天 这些凭空捏造的疫情资讯 只会让大家更加恐慌 三星文贵松 许志成 台北报道